大家好,我是三木亮 前段时间我不是买了一只小狗吧 因为是第一次养狗 所以我也不知道喂它点什么好 米饭吧,没有营养 但肉的话我肯定买不起啊 我自己都吃不起,太贵了 于是我买了一点鸡蛋 但是村里面的一位养狗的人士跟我说 你给它喂鸡蛋 我说不能喂吗 他说肯定不能喂啊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我刚开始还想不通为什么不能喂鸡蛋 不是鸡蛋挺有营养的吗 而且又不贵 十几块钱就有三十来过 挺便宜的 有一次不是给它喂的生鸡蛋了 之后 看见村里面的小鸡蛋追了几条街 叫都叫不住 看了以后不能给它喂鸡蛋吃了 好吗 你要是把我鞋带子给咬坏了 你真的 我今天把你丢到外面了 为什么别人家的狗都很聪明 我家的狗就这个样子 去去去去去去 还过来是不是 你看 在干嘛呢 傻子开始表演 在干嘛 傍晚的时候来楼顶去这风真的挺爽的 你们觉得给小狗喂鸡蛋 会不会影响它以后吃鸡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